大家看到我已經積完兩隻耳朵了 這兩隻耳朵稍後才會再用 現在把它放在一旁邊也可以 然後我們又拿回一件橙黃色的屁股 準備開始做Apu的身體 其實身體的做法跟耳朵好似 都是用一個圈織的做法 所以我們都會做輪座起針 一樣 繞兩個圈 夾著拉尾 拿出勾針 因為剛才做過一次 所以這次我就會做快一點 記住每一行 我們都需要做一個鎖針起家 開始了 然後我們都進去 留意一下Apu的身體是需要起八針的輪座起針 所以大家現在自己都要數著 如果真的很擔心會忘記 起針的時候也是一樣可以戴上一個記號扣 因為剛才我已經很快地積了兩針 所以現在是有一二兩針 即是我還餐六針 好 大家一起做 好 這麼快我已經起了八針的輪座起針 大家都是用剛才的方法 我們收回這兩個圈 然後做引拔針 基本上就已經完成了第一圈的輪座起針 好 收好之後 我們找回第一針 如果你有放記號扣的話 第一針就非常容易了 拔了記號扣 好 這個位置就是第一針 插好支勾針 穿進去 勾一條輪座過來 勾過輪座 這樣就完成了第一圈的八針輪座起針 第二圈開始基本上都很多要加針 因為我們要將它的身體擴大 好 第二圈跟著製作圖這樣做就可以了 做一個鎖針 然後織一針 好 大家跟著製作圖一直這樣做就可以了 好了 我已經織完第二圈要織的針了 如果大家剛剛開始織不算很掌握 我建議大家每一圈織完都要對一對 製作圖的直表會有一個總針數 我們可以數到如果織完那一圈的總針數 跟那個表的數目一樣就對了 我們現在可以試試怎樣數 首先拉長一點這個 讓它沒有那麼容易散開 好 大家可以看到這裡有很多個不同的V 這些V 就是我們的針數 我們可以由第一針開始數起 數一下我們究竟有多少針 我們總共需要有14針的積緣第二圈之後 我們就開始數這裡了 1 2 3 4 5 然後6 7 轉一轉給大家看 7 8 9 10 11 12 13 還有最後這裏 14 有14個V就代表你有14針 你第二針的圈數對 不是 針數第二圈的針數對 就代表你第二圈是值得正確的 然後到最後的部分 做一個引拔針 拆出來 穿回第一針 就是剛才幾號球拔出來的位置 翹爛 穿過一個圈 第二圈 就完成了 你看到它的圓形也是比剛才大了 就是一直這樣織下去 一直這樣織下去 好 接著就織第三圈 第三圈也是一樣 做一個鎖針 然後呢 織完第一針之後 剛才忘記了看大家 記住要放一個記號球 這樣呢 你就會認住到哪裏是第一針 OK 大家跟著製作圖一起織第三圈 來到第三圈的尾 一樣 又是 拔回記號球出來 然後 捕回記號球 剛才那裏 穿著的第一針位置 織一條欄 穿過去這個欄圈 完成了一個引拔針 你可以看到 積完第三圈之後 其實 就已經 開始也是 越來越大 有一個外面 大一點的圓形 圈著它 其實有時候有些人都會問 究竟我們怎樣才知道自己呢 積到第幾圈 其實很簡單 因為你每積完一個圈 其實它都會大了 只要我們這樣數一下 畫給大家看就知道 這裡中間 是第一個圈 接著這裡 是第二個圈 剛剛積完這裡 就是第三個圈 至於你說 突然忘記了自己積到第幾針 剛才說可以數一下第幾圈 由中心點向外數 數到第幾圈 第幾針怎樣數呢 就是要靠這個記號扣 每次積完第一針 就要用記號扣扣 你真的忘記的話 就可以由記號扣 第一針開始數 你就會知道自己積到那圈的第幾針 因為方便 你看製作圖 現在基本上 由這裡 積了三圈之後 第四圈之後 我們繼續跟著製作圖 積下去就可以了 大家加油 積到 積完第七行的時候 大家都應該會發現 製作圖 第八圈 到第21圈 針數基本上都沒有變 也就是說 它不需要再加針 所以大家只要跟著 你們有的V 那些小邊 然後這樣積就可以了 但是最保守的方法 當然 現在積完第七圈 就要數清楚 是不是真的有第七圈 需要的42針 然後每積一圈 我都會一邊積 我都會一邊積 積了多少針 因為有時候 我會一邊積著劇 一邊積 一邊積 如果你沒有數 分分鐘 會留了一針 或是不小心 加了一針 也會不奇怪 也會有機會影響它的外形 所以我們建議大家 第八圈起 雖然全部都一樣 但是積的時候 都是數會比較好 OK 大家加油了 稍後 積到第九圈 我會再和大家 一起把耳朵勾進去 稍後見 來到第九圈 我們就要拿兩隻耳朵回來 放在這裡 因為稍後 我們很快就會把兩隻耳朵勾進去 現在我們勾第一隻耳朵之前 我們就要積了15針 現在大家都快點積了 我現在已經積完15針了 就可以拿起一隻耳朵 它的耳朵沒有分左右 所以隨便拿一隻就可以了 拿起耳朵之後 你就可以選擇 究竟它哪邊是比較漂亮的 譬如我喜歡這一邊 我就把它這樣反轉 貼下去 因為我們勾完 它會這樣反起來 所以這個才是正面 這兩條耳朵 我們不要剪 我們還是有用的 稍後扭來 其實基本上 我用一支針去示範 耳朵有兩邊 上下兩邊 稍後勾針每次穿過 上下兩邊 這樣穿過 上下兩邊 這樣穿過 上下兩邊 上下兩邊這樣刺進去 OK 現在我們就開始了 首先 都是正面 這樣 這樣穿過 這樣穿過 我們要把勾針 刺進去 從旁邊開始 先把它刺進去 好 看到嗎 我已經刺進去 然後 然後 整理好 拉尾 然後 我們看看 這裡 有條拉尾 因為它已經織了 我們就要織這個洞 我們就要把 那支勾針 刺進去 我們要織的那個洞 好 然後 我們就可以 等等 把這個拉尾 收進去 好 收好了 我們就可以 好像織短針 這樣 勾條拉尾 穿過耳朵出來 還是穿過耳朵出來 穿過耳朵出來 然後再勾 然後我們就準備 鎖中間了 耳朵總共會織三針 頭一針 中間針 尾一針 現在就鎖中間 一樣 要穿過兩邊的 然後 鎖下去 要織的那個洞 好 一樣 勾一個 短針 第三針 也是一樣的 鎖進去 好 鎖進去 要織那個針 勾出來 這樣 其實就已經完成了 把耳朵勾進去 在勾另一隻耳朵之前 需要織七針 現在大家 一起幫忙 織中間的七針 我已經織中間的七針 我們又是拿另一隻耳朵過來 又看看 那邊一邊比較漂亮 這次我覺得這邊比較漂亮 那我就這樣 反轉 然後又是 織過去 然後 刀進去 你要織的那一針刀 一樣 對 那你就按進去 然後呢 又是做一個勾一個短針 這樣就可以了 那中間的那些針 也是一樣 這樣做的 這樣做 然後 找回 要做的 那個針 那一針 那你見呢 其實就已經完成了 把兩隻耳朵勾進去 那我們呢 跟制作圖 然後 完成了 完成了 這一個圈的剩下的針數 好 那已經完成了第九圈了 那我們完成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那些勾針 換了幾號針線 然後呢 其實 你也可以看到 它的樣子已經大概成形了 兩隻耳朵已經勾進去 身體裡面 是很穩陣的 基本上 那呢 現在我們可以稍微 處理一下 這裡 耳朵的縫尾 還有其實中間這一條 起針的這一條 縫尾我們都可以剪 剪多了 它基本上是不會散的 我們也剪短一點 讓它不要阻礙自己做事 那另外這兩隻耳朵 這兩條縫尾 其實我會自己穩陣一點 這樣 我會再 打個裂 那我們可以打了裂 其實沒有什麼技巧 打個死裂 純粹就這樣 這樣就再穩陣一點 打完死裂之後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剪短了 當然啦 你不要剪得太純粹 我們也會留一點點 如果萬一它真的鬆了的話 這樣就會散的 那現在留一條短短的 就不會那麼容易散 不會那麼容易鬆開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這邊一樣 打一個死裂就可以了 然後呢 又是把它剪短一點 不要妨礙你一會兒 繼續勾織就可以了 基本上呢 其實 我們又可以繼續 跟製作圖這樣織 一樣 針數沒有變 繼續織 織多呢 一行第十圈 之後我們就會和大家一起做鑽式 鑽式就是做她的衣服 現在呢 大家加油吧 勾到第十圈的最後一針 那我們就要準備好我們紅色的垃圾 因為我們現在就會在最後一針 就會開始轉色了 好 最後一針 一樣 刺進去 一條垃圾勾出來 那我們就要在這個時候 把這條黃色垃圾收起來 用手指夾著它就可以了 然後 加入 紅色這條垃圾 那我們呢 就按住它 直接 最後 這裡 翹紅色這條垃圾 穿過 兩個橙黃色的垃圾 然後呢 我們做回 我剛才忘記了放幾號球 不過呢 我大概都知道這個是第一針 一樣用紅色的垃圾 照做這個引拔針 就沒問題了 基本上呢 其實已經很順利地埋了口 以及換了紅色垃圾 基本上換了紅色垃圾 沒有分別的 一樣照樣去織 一直這樣織 只不過呢 現在呢 我們都可以 把黃色這個垃圾 剪掉了 雖然我們稍後都會用黃色這個垃圾 不過呢 我們就 因為有紅色的垃圾 有一段距離 所以我們不特別留著它 我們可以 剪掉它 然後呢 我們又是把紅色這個垃圾 和黃色這個垃圾 可以輕輕 又是大一個死裂 這樣 就可以了 好 這樣就很緊 好 其實呢 現在織紅色這個部分 開始 其實已經是它的身體 大家看到它的頭 這裡面部 已經開始成形了 通常我們織這些公仔 最怕是它的身體 有時候手鬆手緊 令到它的外形不一致 所以大家記住織的時候 拉著這條欄 盡量我們輕輕扯一扯 不用拉得很緊 不用拉得很緊 如果不然你很難咬 輕輕扯一扯 保持它是一個直線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呢 就會好 如果一時鬆弓弓弓 鬆來鬆去 勾也會很難勾 而且你經常保持一個輕輕的力度 令它繩一直線 其實也有助保障你 每一次積出來的針部 力度不會太不平均 如果你的力度相對保持平均 你積出來的針的大小就會變得一樣 變相它的外形會比較好看 所以大家加油 現在就積身體的衣服的部分 加油 來到第16圈的最後一針 基本上紅色的部分已經積完了 我們就需要轉為橙黃色的線 我們現在就準備做最後一針 這樣勾過去 勾過來之後 收上紅色的線 加入橙黃色的線 然後完成這一針最後一個步驟 再做這一圈的印拔針 這樣就可以了 現在你看到其實已經變成橙黃色了 一樣是跟著製作圖 一直積下去就可以了 轉頭 放回來的時候就會和大家一起做減針 加油 做完第二十一圈之後 去到第二十二圈 我們就要開始減針了 大家其實看到它的製作圖 它會有一個圖案的 它就是積四針減一針 現在我們就開始了 做回每一圈 必定動作 鎖針 然後積四針 去到第一針 找回第一針 記住 把記號扣進去 第一針 第一針 剛剛的圖案是積四針減一針 即是我還有三針要積的 現在呢 就積了 四針 大家看到有四個V 減針 其實剛才在做耳朵的時候都做過了 不過我們也要再做一次 減針就是把兩針 積作一針 找回 你待會要積的這一針 和這一針就是這兩針 我們鎖進去 橋欄 然後再鎖進下一針的洞裡 再橋欄 現在你看到 歐針上面有三個洞圈 最後 橋一次洞 把這條洞穿過三個洞圈 積完就會是這樣 這樣就是代表把兩針積作一針 也就是減針 這一行的模式都是積四針減一針 現在減了一針之後又是 接著會繼續積四針又減一針 一直重複這個模式去到尾 基本上 去到尾都是做任務針 沒有分別 所以大家加油 一路減針 看看製作圖 究竟它的模式是怎樣減 就可以了 一起做吧